欢迎收看6月28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名 首先有股回行情 尽管隔夜美股收低 但是亚太股市几乎全线走高 而马股更在种植股带领之下 在五盘成功扭转早盘的颓势 全天大起16.62点 收报在1454.74点 会市方面 标普上修大马新的评级促使马币对换美元突破4.40关口 走高至4.3960令吉 接下来有起Black and White单元 近来 原中油价格暴跌 导致棕油厂35年来首次停止运作 对此 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黄日生向这些业者下最后通牒 促进他们立即恢复运作 黄日生认为 价格上下本来就是经商风险 这些业者理应更负责任 不应该拒绝购买油棕鲜果串 对此 大马原中油局将召见相关的厂商 并警告如果情况持续下去 相关厂商将面对法律行动 早前 大马原中油价格在6月创下13年来最大单元跌幅 从每公吨6632令吉 下跌了22%至4922令吉 随着标普将大马信用评级从负向上调至稳定 经济学家认为 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未来12个月内迎来财政改革 但这对金融市场的短期影响是中和的 至于什么时候会重启消费税 新业投行经济学家就进一步指出 按照当前的风险来看 政府可能不会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当中提及消费税 推测可能会在明年3月宣布 并在明年下半年或者是2024年初才会实施 此外 经济学家也预测 消费税新税率可能处于低个位数 且或许会以分层的方式进行 例如把奢侈品和普通商品分开 成为两个不同的征税组别 但是如果短期内不重启消费税 为了提高国家的收入 经济学家认为 政府有可能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当中提高公司的税率 最后来关注大马5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根据统计局数据 大马5月份的PPI增长了11.2% 涨幅接近4月的11% 而5月的指数成长主要是因为矿业指数从4月份的18.4%增加至20.6% 此外 农林渔业指数上扬了16.7% 制造业指数升了10.1% 统计局总监穆罕默乌兹尔在文告中指出 大马PPI成双位数增长和一些国家的生产者水平通膨是一致的 今天的财经Espesso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